歡迎收看小明星 請問小明星 小明星 請問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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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 請問小明星 我最近想要征服的 我覺得就是 還是像之前說的吧 還沒有很成功的 就是取得 那個朝聖之 還沒有成功 朝聖之路 是哪一條啊 哇這要做功課 因為它有好幾十條 你是說耶路撒冷那個朝聖之路嗎 對對對 但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有很多的分支 然後也不是真的 每一條都要從頭走到尾 可是我覺得是可以給一段時間去 去走路 然後感受自己的 自己一個人的狀態 對 然後像前一陣子在日本上映 然後就看到很多日本朋友說 好想要再繼續看 就是再繼續進電源看 因為我聽電影公司的人說 Netflix播完以後 他們可能會 因為喜歡這個電影 所以禁電源支持 對 結果他們就是一直很想要看 然後那個日本的上映時間就延長 對 原本是上映了一個禮拜 還是十天 就是兩個週 然後現在已經延長到 八月底了對不對 延長兩次了 對 所以會感謝廣大的日本觀眾 對 也很有成就感 對阿 就是我覺得是 會 因為我們這個電影其實有很多是 在凌昏人的故事線上 然後不知道這樣子的文化 在日本也 也大家會覺得有趣 我覺得特別感動是 大家可以體會到這個電影的 想要表達的情感 所以他們也會知道 就是愛是沒有差別的 然後我們不用為愛去定義 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 明翰這個角色的轉變 感受到毛毛這個角色 跟明翰的經歷 我覺得 好像是一個我沒有看過的互動 但是我會有為他深深感動 所以我覺得是這種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七月的 小禁忌忽 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晚上出門的時候 我相信 就是我會帶著我的狗 對阿 請他保護你嗎 就是 如果他到處亂看的時候 我就趕快往前走 所以他是你的雷達嗎 我希望他不要有這個雷達 哈囉各位明朝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柏鴻 那我這一支呢 是浪秦最新的Hydro Conquest 那我覺得他非常特別的地方 他是征服者系列 他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有兩個不同的時區 對 那我還很喜歡他的 表面設計 是有點圓弧狀的感覺 所以大家仔細看 其實會有一點像 復刻的經典的感覺 這支手錶 這支手錶我覺得像今天這樣子 大地色系的衣服 我可能都會穿搭 那我覺得 我其實自己也會選擇 比較百搭的錶款 對像 像金屬錶帶對我來說 他其實是有正式感的 但是他在休閒的時候 我也會穿他 對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不同風格 就是說 衣服跟錶是不同的風格 好像也會讓錶成為一個亮點 如果天馬行空指定一個 不一樣的顏色 我可能會指定那種 隨著溫度變化 不一樣的顏色吧 對 就是因為我是學理科的啊 所以就讓你在 在不同的溫度下 然後 不同的濕度下 表面都可以有不一樣的樣子 所以我們一看 就知道 啊 現在是濕度 我只一看就 啊 現在潮濕 對 是不是很多工人 就是 在這個 carbon數地方 和不同的顏色 可以嗎 然後 可以嗎 你就這樣 我們 我們 可以就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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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